8月8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举办的大熊猫游香港艺术展在四川成都起目 展览现场展示了富有香港特色的排档以及大熊猫元素的创意公仔 小朋友们还可以亲身体验自驾游香港 据悉,该展览展品由香港设计师麦亚端耗19个月设计制作而成 以大熊猫游香港为主题,旨在展示介绍香港在经贸、旅游、创新科技、文化、美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最新发展 麦亚端介绍,本次设计以大熊猫和代表香港的公仔法天娜为主角 讲述法天娜带大熊猫游览香港的美丽故事,就是希望让更多四川人进一步了解香港 因为我是第一次过来程度,我觉得杰里最要名就是熊猫 我觉得我带了香港代表那个蘑菇头的女生 像交朋友一样啊,我们都是生的朋友,她都是第一次过来 所以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回忆多一些童年的快乐 我希望她了解香港快乐的一面,美丽的一面 其实香港也好多方面都很好啊,所以多多看一下 事逢周末,成都市民实力这次带着一岁大的孩子 过来体验自驾游香港环节,通过游戏认识香港金马大桥 维多利亚港,西贡渔村,香港大学等香港地标 实力表示,以往她对香港的认识基本来自影视作品 这次能直观感受香港文化,越发觉得香港是一个有魅力的城市 熊猫跟香港的一个元素的融合,觉得很有趣,小孩也很喜欢 然后一个香港的设计师把他觉得香港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让我们去深入地了解香港,在一个玩乐的游玩的过程中了解香港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就是等疫情过去了 今年年底还想去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李运言表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中断香港和四川的友好往来 在疫情防控稳定的情况下,举办这样一个展览 是希望让更多四川人了解香港,展现两地交流融合的情况 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展板做一些我们香港营商,环保,贸易,旅游,美食等等方面 让大家去了解香港 我们也是希望透过一些公仔,公仔上面展现一些两地融合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从这些渠道来展现一个四川广融合,川港交流的一个情况给四川的朋友看 刚好也是适合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希望也把这个香港人的正能,我们乐观,热情,好客的一面也带给这一边 我们希望也通过这个活动来讲,我们也告诉大家 我们香港人也是一直都跟四川的朋友,心联心,我们都是一家人